哈囉 大家好 歡迎再次收看VOOV的冰箱放生日出的248節眸 那時間到來 各位分享Transmore Road in this class 比如說這款Wordclass的Steel抓 那也就是鋼琴或鋼刺爪 那我們來台灣之前給大家一個中文秘密是叫做 這裡 鋼刺爪 誒 沒有對焦到 OK 鋼刺爪 那我們今天這期節目就以這個 對我來講比較繞口的名字來稱呼它吧 好那我們首先先來講一下這個玩具 對 這個玩具的話呢 目前在台灣這邊的話 各大賣場 非常之沒人氣 對 不能講沒人氣 就是量很多啦 都一入山就是了 可是這款Steel抓的話呢 呃 好 沒事 我推到 推到旁邊的東西 OK 不要理它 那這款Steel抓的話呢 算是 就 低波裡頭啦 我個人覺得比較出色的一款模具 可是就是說 它可能產量太大了吧 所以它就變成跟 這款 欸 就是 算是第一波裡頭比較弱的模具 這款 Strong Arm 一樣 淪落到一樣的地步 就是它們兩款 沒有對焦到 OK 這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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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這個 Steel抓 這裡 鋼刺爪 兩款的話呢 都非常之沒人氣 對 你可以去百貨公司看 或者煩惱城 這兩個 我包準一定有 就是一定會 不好意思 一定會有賣這兩款 對 那 價錢的話我這邊是 有沒有看到 是星光三元 原價 那 因為我是 就是有辦法可以打折 所以 欸 就這樣買是 有打折到啦 可是還是會比 王王上面賣貴 因為王上面這個 Steel抓賣得很便宜 對 那我為什麼會去星光買呢 主要原因是因為我為了 要得到 太陽之安第二波的那個系列強化貼紙 所以我買了這一款 Steel抓賣 跟另外一款就是 封刃 好 那湊起來的話呢 就可以滿899了 對 那就拿到一張貼紙 欸 講到貼紙的話呢 最近真的被貼紙給搞瘋了 因為第二波戰之安世界的貼紙的話呢 非常精細 非常小 然後也非常多 所以貼得很累 非常累 而且最近又快要國外比賽了 然後事情有很多 已經 就是 畢竟現在也不是在放假嘛 所以 功課量也比較大 然後 就是也快比賽了 然後現在壓力也都比較大 所以 欸 就 我剛剛怎樣拿 喔喔喔喔喔 對貼紙 然後就是 比較沒有時間去貼對了 對 就比較沒有時間去貼啦 所以有點快被搞瘋了 今天的話呢 放假日 終於貼到只剩下 Highbrow 對 就是其他的都貼完了 那因為最近又收了那個日版的 LG31的大福特 所以大福特 喔對 但荷包是 失血的很嚴重啦 那 可是因為大福特的話 不管每日版都會有附帶貼紙 那SDCC版我其實不太確定 因為沒有特別去收集關於SDCC大福特的一些資料這樣 OK 那每日版的話都有貼紙 所以也是快被封掉了 就 就整個看到貼紙就有點想吐 呵呵 雖然說貼了是比較精細 可是還是 就 就 如果你貼多了貼紙 一樣是會覺得很煩啦 對 那 那 還好大福特的貼紙 因為比較大張 所以比較不會說 貼到 就 欸貼歪了 然後又要撕掉重貼這種 這種比較麻煩這樣 大福特的貼紙的話 比較大一點 所以比較沒有那個問題這樣 恩 OK 主要還是時間 時間沒有那麼多就是了 OK 好啦我們扯太遠了 反正今天就來和各位分享這個 Steel Jam 好 那Steel Jam 我剛剛講了它是比較出色的模具 可是就可惜說 嗯 它的一個量感覺好像還蠻大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恩 Robot in Disguise 系列 我個人覺得 恩 比較值得 各位去入手的幾款玩具吧 我們先把它給通通都拿出來吧 好 也就是眼前各位所看到的這幾款啦 首先是 Scopium 然後這個的話是 Megatronus Quilfire 然後這個的話 英文名字我忘了 中文名字 我也忘了 反正就是螃蟹 Fracture Bisque 還有Thunderhoof 這幾款的話呢 比較推薦各位去收啦 對 那 欸不對我剛剛講錯了 這個是Scopinox 對 我講錯名字了不好意思 那就是Sucker Jam OK 那這幾款的話 比較推薦各位去入手 雖然是RIDC連 因為我其實沒有去追它的一個動畫片 因為就 比較沒有興趣 那 可是就是 看造型啦 加上它一個變形的有趣度的話 這幾款真的是蠻值得入手 如果你像我一樣沒有 看這個動畫片的話 當初 我看到RIDC第一波的玩具的時候 是處於一個完全放棄狀態 因為我當初一個都沒有買 這個Steel Jar的話 也不是當時買的 是最近才入手這款玩具 所以 嗯就是 我是覺得RIDC的玩具 其實越做越好吧 對 但沒有到說 嗯 官方以前的那種水準啦 可是就是說 欸 還是有在進步 對 那狂派的話呢 嗯 就 好像比較被重用吧 就狂派的通常都 賣得比較好 然後也做得比較 不錯 比較值得入手一點 所以 眼前所看到的這幾款 全部都是 狂派的 對 那順便講一下 這個 Crewfire跟Thunderproof的話 最近比較好買到 還有這個Squapnok 因為 嗯 這個的話是 就量開始多了嘛 然後這兩個的話是 因為重新包裝 對 重新包裝 那之前的一個 嗯 這種形態的就比較少見了 這種形態包裝的 就 比如說Thunderproof跟這個 Crewfire 我是當時 就是一出來的時候 就買了這兩款 那 欸 這兩個的話呢 他們後來有新包裝 那這個的話 舊版的包裝就比較少見了 對比較少見了 那 就單純講這兩個角色 那新版的包裝的話 就很好買到 對 基本上你去每一家百貨公司 都可以 Thunderproof比這個 Crewfire還要好找到 對 那 雖然說 Crewfire這次的話 有一個重塗款 可是他的話呢 還是比較 又比較好找了 可是還是沒有到 非常非常像這個 Thunderproof一樣 每間百貨公司都會有 好 那 其他幾款的話 像這個Bisc 最近才剛出來的 非常非常搶手 非常搶手 這個 很難買到 當初很幸運 就一打開網拍 然後就本來是 處於一個放棄狀態 就想說 那就隨便滑滑看吧 有滑到就很高興 啊沒滑到就算了 結果一打開就滑到了 就哇塞 居然 對還不錯啦 就 後來我訂完這支之後 就再也沒有看到 目前來講 路線上面都沒有 Biscuit的一個消息了 對 好 那這個Fracture跟Megatronus 也是蠻難找到的 那這個小螃蟹的話呢 這個還是可以買到 就沒有說 沒有說 特別稀有啦 可是就還不錯 OK 那還有一個的話 比較推薦各位就是 博派的一個角色 就是那個 那個這樣吧 Fizzit 我把它拿出來 欸欸欸欸 不見了不對 欸 好 我把它收起來了 所以不在這裡 OK 就是那個鐵修 對 那一款的話呢 也是蠻推薦各位去入手的啦 那總共加起來的話 就是這幾款吧 然後還有一個 低波的鋼鎖也不錯 可是我沒有入手就是了 所以沒有看各位做一個展示啦 那也 目前的話也沒有特別想去 收購那款鋼鎖 就 還好 好啦 那我們就把這些東西給清空吧 我們來專注於這個 痾 小爪 它的一個本體的部分吧 好 我們現在簡單看一下 它的外包裝盒的部分喔 那 首先要先抱怨一下 它這款玩具它的一個插圖 跟動畫裡頭是完全 就 但身體是一樣 可是這個頭實在是差太多了 對 我也不知道該說哪一個好看吧 動畫片雖然我沒有追 可是還是會有看到動畫裡頭的一些圖片 你其實去YouTube上面看一些 冰尼金剛的一些影片啦 不管是一些 影片分享 就玩具分享 還是一些 其他的有都沒有的東西 欸 有時候在旁邊 就是它推薦的一些影片 有時候還是會稍微看到這樣 那 就是看到那個縮圖 有時候就會定格在這個 Stuja身上 那我看到它一個頭就 哇 這個 也差太多了吧 對 那玩具的話是一個臉喔 這個 Stuja 做出來的玩具是一個臉 然後這個 插圖是一個臉 動畫裡頭又是另外一個臉 所以它完全是一個 嗯 就是 前面怪嘛 Robot in Disguise 然後649的原甲 星光三月的標籤 好 這裡的話呢 有它側印象下的一個彎圖 Stealja 是有6歲 什麼來把玩具 也可以說不要是 Deceticon的一個logo 然後這個東西為什麼一直跑出來 唉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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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算是不管 OK 好 Stealja然後它的一個 一樣這個插圖 然後正面 Transformance一個字樣 下方的話呢 也就是Bumblebee Greenlock 跟這個 Strong Arm 這個 相關產品的廣告 英文的一些有的沒有的東西 然後還有那個調碼的部分 那背面的話呢 Stealja 然後它的一個 說明書在這邊啦 然後還有一個人形態 說明書在這邊啦 變形波動的需要是9個 OK 那這裡就是一個 關於它的一個 遊戲的一個 稍微的一些講解吧 然後這裡的話 有一個 警告機器 就算貼紙 好 那大概就是如此吧 這個 這個0到3歲的小朋友 不適合把它玩 可是我記得 其實我幾歲 開始玩玩具已經 玩併經啊 已經有點忘了 OK 算了 不算了 OK 好 那大概 這的話就這樣 好我們來看它一個玩具本體吧 唉唷 為什麼要站那麼遠呢 好 玩具本體的話呢 其實真的不高 它其實不是很高 比我想像中的矮啦 對 那 這是一個Deluxe的玩具 OK 它的一個體型大概是這樣 真的 就是 比較偏矮的一款玩具吧 OK 就算我們拿出跟它同系列 像這個 Thunderhoof 你就會發現它其實還蠻矮的 對 那 但是Thunderhoof 在動畫裡頭 欸 它是個高 高個子吧 呵呵 印象狀好像是 是嗎 好啦 反正就是 這個Stilgear的話 在動畫裡頭應該是一個比較 壯碩的角色 比較大隻的 就 因為 它有出 因為我沒有買Bumblebee 對 那 好吧 我們拿這個 好 這個的話是 Sideswipe 那動畫裡頭的話呢 這個 Stilgear應該是 比它再大一點 對 還要比它再大一點 因為動畫片的話 前幾集我有去看嘛 那看了之後 就發現不太想看了 所以 所以就沒有在看了 可是就是還有一點印象啦 這個我記得 Stilgear應該是一個 比較 壯 壯 比較大隻眼 而且這個胸部感覺很寬 在那種角色 可是這款玩具的話呢 就做的沒有那麼 還原啦 可是就是 我們單純就看玩具的話 就不 講求到還原度的話 這款玩具還是不錯的 包括它一個變形的部分 車型態的一個帥氣度 跟人型態的一個 要講霸氣嗎 好像也沒有到那種程度吧 好啦 那我們來看看它的頭部 頭部的話呢 這是一個 可以轉的關節 那不是胸心關節 可是我一開始以為它不能轉 對 我剛開始拿到 我以為這個是卡斯的 沒想到可以轉還蠻驚訝的 對 然後這邊的話呢 它有一個銀色的塗裝 還有一個臉部的部分 然後它的眼睛是一個 淡黃色的塗裝 鼻頭的話呢 有一個藍色 就不是藍色塗裝 就是沒有塗 沒有塗銀器啦 然後這邊的話 就是有一個可以掃描的貼紙 然後這裡的話 唉呦 這個髒東西 這裡的話 有一個霧面黑的一個塗裝 還蠻漂亮 對 我還蠻喜歡它胸口這代的一個 擋風玻璃的塗裝 它這兩側的話呢 其實它兩邊這個地方是假胸 真正 不是講假胸 就是 假的擋風玻璃 真正在塗銀材下出現的擋風玻璃 就是中間這一塊 那其他兩塊的話呢 在塗銀材下會被收起來 它只是要 在人心態下 讓它的一個胸口感覺更加的一個寬 OK 那可是可惜就沒有寬到動態的那種程度啦 好 可是可以看得出來 它是有希望它的一個胸口變寬一點 好 那手部的話呢 這邊是一個關節 OK 可以轉 然後這裡有一個非常不錯看的一個造型 二手機可以轉動 然後這裡的話 是一個軟齒輪關節 那你要折它的一個 嗯 軸部的話要特別講一下 你要往下拉的一個力調 然後跟著轉 這樣會 不聽話 OK 這樣會比較容易使力啦 對 然後這邊的話 手的話是一個這樣子的一個型態 然後中間有一個洞 可以讓它握武器 武器的部分的話呢 這個狼爪 我是比較習慣到讓它倒叉 感覺像是金鋼狼那種感覺 就是 手這邊 不是拿一個狼爪 是手這邊弄出狼爪 對 OK 那大概就是 就這樣吧 如果你有兩個Steel John 然後擁有兩個這個狼爪的話 讓兩隻手都持有 其實我會覺得說 欸 還蠻好看的吧 我覺得 嗯 這樣應該會不錯看 然後再來 腰部的話呢 沒有一個關節 腳前踢後踢側踢的話 是有點障礙的 你看這邊的話 造型限制到它會有障礙 然後這邊的話呢 可以轉動 裡面的話是偷腳 可是有一個細節呈現 再來的話 就是基本的一個狼爪 狼腳啦 對 它是一個狼腳的造型 戰力性的話 非常之不佳 對 非常之不佳 它這個腳根本就不是平 我不知道它到底 這個腳 就有點無眼吧 然後它下面這個地方的話 是有這種霧面黑的 對 還蠻漂亮 可是可惜就怕 它會容易刮漆吧 你就不要在桌上這樣 霧來出去就是了 後面尾巴的話呢 當初啦 這款玩具比較吸引人了 就是它那個尾巴的部分 就是有 一個 這 一處 兩處 三處的關節 然後可以就是 活動範圍會比較廣吧 就單純講這個尾巴的關 就比較會 感覺比較生動一點啦 對 就是這個尾巴是有 我個人覺得有加分到的 對 然後後面兩個輪胎的話呢 這個就比較可惜一點 就放兩個輪胎 它這邊實在是 有點無眼啦 而且它這邊又是空了 所以會 就是 這個玩具的話 車型態變形是比較有趣 變形有趣 車型態好看 那人的形態的話呢 就 只有正面能看吧 這個 就是側面 背面其實就 沒有說很好看 包括像 我們背面這樣看 這個地方腳啦 我們這兩片就感覺很搓 就是了 對 所以就比較可惜啦 這款玩具的話呢 對 就當初啦 第一波來講 這個玩具的話算是 我覺得排名第二了吧 第一的話就是鋼索 那鋼索的話呢 因為目前的話我 我比較 就因為鋼索沒有到特別喜歡 可是就 因為沒有特別喜歡 所以就沒有那個動力去用網購去訂購它 對 那就 目前的話呢 就市面上比較 不會看到 就第一波的其他的玩具 包括 包括Bumblebee跟 Strong Arm Strong Arm 看得到 Bumblebee啦 然後 這個Sideswipe 也都比較難看到了 對 包括那個GreenLuck也是一樣的一個狀態 好 那大概就這樣吧 我們來講下一個 身高跟體重吧 好 它的一個體重的部分是82公克 大約在82公克左右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不好意思 我先把這個放 放到地上 這個磅秤的部分 然後身高的話呢 我們上到頭 哎呦很麻煩 嘿嘿嘿 OK這樣 它的一個身高大概是在11.7公分上下 將近12公分左右了 OK 好 好接下來和各位示範一個變形過程吧 首先先把武器給取掉 武器取掉之後呢 我們把它手打直 手打直 縮進去 OK 縮進去 它這邊是有一個滑草的 縮進去之後呢 我們再來要做什麼 再來要把它整個身體這邊 兩側這個手分開 就胸部這邊切下來 整個身體往上拉 往上拉之後這裡 翻下來 這個車頂蓋的部分 然後我們把這個兩隻狼腳 縮進去 轉進來 這個相信各位應該 對各位來說應該不會太難 這種變形的話呢 是 很簡單 你看一看 其實不用看說明書就OK了 對 那 算是ID系列的一個好處啊 就是 以前不太需要看說明書就會知道它怎麼變了 因為實在是 不怎麼難 對 好 那再來就是這裡 我們就將它的手收進來 這樣子 這樣子 OK 這個手 手要在這個裡面 對 所以要特別注意一下 手 當然廢話一定會在裡面啊 對 那就是要隱藏起來 這個地方的話是比較 比較需要注意一下 嗯 小心不要傷到它的玩具本身 然後又要變形到位 對這一點的話呢 各位要特別注意一下 對 再來的話就是它這個 最後這個 這個 收拿 這個看你是要 應該是這樣收啦 呵呵 就來確定 好啦 那就大概這個尾巴看 也要怎麼收應該 這樣收也是型的頭啦 對就 嗯 說明書的部分 沒有特別去 沒有特別去做一個講解 它就告訴你 把我收進去就對了 OK 好 那大概就這樣吧 這個Steel Jar的話呢 它就已經變形完成了 然後我們可以把它的這個武器 上面這個凸 對應這個洞 就可以這樣扣進去 扣進去的話呢 雖然是外掛 可是還蠻搭的吧 因為畢竟它是變成一個 就是那種很流線型的那種 跑車上面放一個這個 其實嗯 反正它本來就很古怪了 所以 這個狼轉的話呢 我是覺得還蠻搭的啦 就這樣 OK 好 後面的話呢 基本上可以說是一個爛尾啦 連車尾燈都沒有做出來 對 沒塗裝就算了 連造型都沒有做 OK 那動畫來頭 到底有沒有車尾燈其實我根本不知道 對 因為沒有看 然後輪胎的話呢 前輪小後輪大 對 那塗裝的話當然是沒有了 不可能 這個藍的話呢 還蠻漂亮的 對我個人還蠻喜歡的 然後它那個黑色的部分呢 都是 這個消光 也不能這樣消 嗯 有到消光嘛 反正就是 這種霧霧的這種黑 嗯很漂亮 對然後這裡的話有一個印的 不是很清楚 因為它是這種 這種霧面黑 它印這個Deseticon 不要是有印上去 有印 可是最後是 嗯因為還蠻霧的 對 給各位稍微看一下 這個 完全是 有印等於沒印 這個印上去等於 你點一個 紫色的點上去 就是一樣的一個道理 好這邊的話呢 是 車樓真是 橘色的塗裝 這個車樓真的造型還蠻 蠻特殊的 覺得還蠻帥的 對 就 就這樣吧 這個車到底該說是 基普車嗎 嗯 越野車吧 好啦下面的話呢 就是這個 收的還算可以吧 這邊的話可以非常明顯的 看到它有一個藍尾巴 OK 但也不會說非常之難看就是了 後面這個地方你就姑且當成是 帶來一個非常激情的造型吧 好 那車窗的話 嗯 還好 不是透明件啦 可是至少都還有塗裝這樣 還不錯 對還不錯 它一個色型態下 我覺得比人形態 來了好看很多 這邊的話有紅色的塗裝 OK 那色型態其實是還蠻小隻的吧 對 我們來看看一個提醒 比我想像中的小隻很多啦 大概11公分 呃 對 大概11公分左右而已 所以就 我有量錯嗎 我有量錯嗎 OK 對 大概 11點多公分吧 11點多公分 但 不到11點多公分 就很小隻就是了 這個 嗯 就比較 蠻小一隻吧 你看我手掌這樣 就 比我想像中 我以為它會比較 寬 比較長一點 可是就是 欸 跟我想像中的是 有點差異 這個大小的部分 是有稍微一點失望的 對 可是它本身的話呢 還是蠻不錯的一款 造型來講 造型來講 然後它的一個藍色 雖然是塑膠的一個成型色 可是還是挺漂亮的啦 好 那 大概就是這樣 今天呢 就 跟各位分享這個steo jar 就進行到這邊結束吧 那先來觀賞 我們下期再見囉 掰掰